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预言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竞争 隐含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 如果集体主义学习的速度超过个人主义创新的速度 社会主义是有可能赢的 当然这个结果出来把我的老师佩国警吓了一跳 说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啊 所以本来我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其实是我现在的代学增长论的模型 但当时做的是劳动分工的模型 但是因为这个预言 连我的导师都认为是颠覆了当时 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的信仰 认为这个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 先进个人主义要比集体主义修进 所以我那篇文章就压那里头不能发了 但是苏联垮了以后 佩国人说我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人的认识是有变化的 那我后来做什么呢 就1984年我就改换去做经济混沌 因为那时候混沌突然之间变成 自然科学的时髦 这混沌什么意思呢 牛顿力学曾经很狂妄 说我只要知道这个方程万有盈利 牛顿定利 我知道初始条件 我可以预言未来事件 后来就发现如果这个东西是非典型的话 这个预言就有限的了 原来对科学主义万能的信仰就动摇了 所以一下子这个混沌出来 立刻就从生态学 气象学 然后发展到物理学 化学 流体理学 Pregardian这个人也是非常有意思 在84年以前 Pregardian对混沌是非常反感 因为他觉得那是个数学游戏 没有什么实验的规律 突然间他的一个弟子 打电话来从布鲁塞尔告他 说他们从北极底下的岩石 钻的那个岩芯 里边能发现这个数据能够分解出来 历史上温度变化的数据 可以发现气象变化是一个混沌 哇 佩国欣听了震撼了 立马就改变他自己的对混沌的态度说 这个混沌不是一个数学游戏 是真的 所以西方做前沿科学 你要知道中国为什么吃亏呢 等到文章发表的时候 这个成果已经做出来三年了 你真正要做前沿的工作 就在人家做出来还没有发表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然后你才能够抢到前沿去 所以中国为什么有很多人才 但是做了东西 比人家这个差一步呢 并不是中国科学家不勤奋 而中国科学家没有进入西方 核心制高点的那个沙龙里面 你没有这个信息去到这里头 所以普利根得了消息以后 立马叫我把那个劳动分工模型 搁到旁边 那博士论网也别答辩了 开一个新题吧 你不是喜欢经济学吗 你从经济学数据里面 找个混沌出来 哇 差点就把我搞死掉 因为没有人知道 经济学里面有没有混沌 然后我跳进去后 发现经济学的数据 真是脏得一塌糊涂 因为造成水平大概有40%到50% 而物理学家能够发现混沌的话 这个造成水平起码要在1%以下 所以经济学是很糟糕的一个学口 但是后来总算 找到第一个混沌的证据 从货币指数里面找出来 所以就变成我的博士论文 就讲的这个经济混沌和那个经济周期 那么我在博士省委员会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 化学家 经济学家 我的经济学家呢 其中有一个就是罗斯托 他就是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 所以他是最早 把邓小平那个猜想 就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从历史来分阶段 变成一个系统的理论 但是呢 没有数学模型 这个罗斯托呢 他能成为我的这个 博士委员会的委员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前面我讲的 我做那些小农经济的研究 震惊了这个费正清和白鲁迅 那个白鲁迅呢 卢神派是麻省理工学院 这个做政治学的一个权威 他是最早提出来 现在我们国内张维为老师宣传的 中国是文明性国家的 这个概念 他是第一个注意到 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是一个文明国家 而且麻省理工学院的 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心 是当年肯尼迪总统的 外交政策的智库的班子 所以罗斯托呢 原来是他那个中心的 所以后来当了肯尼迪的 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和约翰逊的 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所以当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 争论的对象谁呢 就是Solo 因为Solo也是一个增长论 是均衡的趋同论 罗斯托是阶段论 他的阶段论是模仿马克思的 因为马克思有生产关系的 五个阶段 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 他就把现代化的过程 从传统社会到怎么准备 这个技术起飞前的准备阶段 然后技术怎么起飞 然后呢到成熟 到大众消费阶段 他是根据希望发达国家 画了一个阶段 结果呢 这个罗斯托在麻省理工学院 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呢 反对人就说了 反对理由是什么呢 说你这个经济成长阶段 你有模型吗 你没模型啊 光是历史这个经验总结 你这个不是经济学 罗斯托的反驳呢 就是哈耶克的反驳 说社会现象历史这么复杂 怎么可能用数学来描写呢 所以两个人僵持不下 各有各的阵地 那么索罗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里面 伎俩经济学里面 大兴其道 但罗斯托呢 在发展经济学 和国际关系理论里面 影响非常大 所以当时影响美国 国家政策的是谁 是没有德诺贝尔奖的罗斯托 而不是这个Solo 所以我那个做完那个 那个混沌那个报告了以后 物理学家全都说好 唯一反对人就是罗斯托 他反对理由跟当年 反对Solo是一样的呀 说这这这 怎么可能经济学 就就变成这个数学 而且你还搞出什么混沌了 这么复杂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 结果我的论文答辩呢 不是我在答辩 是所有其他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 都是很有名的 包括大爆炸宇宙学的那个鼻祖 那个赫美在那 都在跟他争论 说服他这个经济混沌的可能 还正把他说服了 他回到家一想 哦 原来我这个阶段论 就是非线性啊 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个 这个Solo了 你那个这个理论是落后的 你这个线性理论 我这才非线性的 马上找了一个博士后来 把他的那个阶段论 用数据拟合做计算机模拟 也划出阶段来 把他的我们国内出版的那书 叫经济成长的阶段 副标题叫非共产党宣言 90年出了第三版 第三版里面呢 就大段的引用 我的博士认为 非常好玩的事情呢 就是说 因为后来我当了他的学生 我就去跟那个 佟大林汇报 佟大林原来国家科威副尊 我发小龙经纪文 就是他给推荐的中央去的 佟大林就告诉我 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什么故事呢 说中国从来不是 在理论上不是一个封闭系统 说当年他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时候 就发现罗说这本书 标题很吓人啊 叫非共产党宣言 就翻成中文 送给毛主席看 所以我就发现 毛主席这个人读书啊 是非常广播的 所以我后来就很相信 毛主席说的话 绝对是毛主席的 真正的读书心得 就左派右派的朋友 我都要教 左派右派的 大家的书都要读 所以我在那里面有个插曲 那这样一来的以后呢 我就说 这个发展阶段呢 从 线性理论到非线性理论 就有个桥了 为什么呢 现实世界是一个曲线 对不对 你曲线很难描写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画成 一段一段的折线 对不对 每一个折线都是直线 但是每一个 每段直线呢 方向都是偏一点 偏一点 所以现在 很多年轻人问我说 你这样一来把那个 我们现在学了半天呢 新古连经济学给推翻了 那新古连经济有什么用啊 我说有用啊 因为你一个 非线性的东西 很难算 你要做近似的话 你把它变成折线就完了 在每一个折线里面 你可以近似的套用 新古连经济理论 但是你要明白 你这个应用是 有范围的 时间空间 你去哪一段 不要以为 可以无限外推下去 所以我讲这件事呢 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跟西方人对话 甚至是不同宗教 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对话 如果你只是争论结论 你是对牛弹琴 说不下去的 但是你可以问他 你怎么会有这个观点呢 你考虑问题的方法 是什么视角啊 你改变他的视角 你可以改变他的世界观 所以我就发现 这次我在世界上 到过很多国家 可以跟不同学派的人 不同立场的人对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从他的观点开始 然后问他 你为什么有这个观点 你把你论据告诉我 论据里面 你问他怎么观察 他告诉你 怎么观察以后 你给他一个反例 不同国家的反例 和他这个案例的 不同历史阶段的 不同的阶段 你问他 要改变一下视角 改变什么视角 就把你原来认为 世界上有绝对的四和非 黑和白 好人坏人 这种观点 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演化的 变化的 这个观点 所以你改变他的办法 就老子的办法 从他认为 一是绝对真理 二变成两元的对立 或者是互补 变成什么呢 三元的 多样的可能性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和他交流的共同点 像中文人猕疑的 讲到的具体的问题和理论 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他为什么举到很多其他学科的例子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 有几个重点的共同之处 重点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阶段分阶段 实际上那个代谢增加量 他也讲到了 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波动和阶段 那你比如说这个 他影比他讲这个历史是有阶段的 那罗斯科讲 经济增长和技术是有阶段的 那这个阶段还有不同的长度 那你比如说 罗里斯和布罗戴 他们就讲那个 比如说堪波 看到HF 长波的一个技术周期 那熊比特他讲 创造性毁灭 它是比较短的一个周期 因为它是创造性毁灭 说到底 它类似于某一两个企业 它的命运 然后你就发现 历史上 百年老店是非常少 非常难得的 所以你可以认为 熊比特的理论 企业家理论 它是比较短的波长 有重大影响的技术面前 它就是长波 然后发现它分阶段 分阶段它就像波 因为它有不同的增长速度和摔完的速度 在准备阶段它增长得非常慢 起飞阶段就很快 成熟阶段增长率又慢下来 衰落阶段就往下掉 第一就是阶段了 有了阶段了 你才有感超的可能 第二就是不均衡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阶段无 就没有办法均衡 那如果是有均衡的话 你没有办法产生阶段 你就变成外身增长模型 温泽暖模型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讲过的就给它白造成驱动 你不管怎么给它一个响应 一个冲击 它都会弹回到原先的地方 你怎么给它一个冲击 它都弹回原先的地方 仔细成成 毫无希望的一个世界 那么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实际上就它举的例子 说明的实际上就是 所谓的快学科 所谓的复杂 所谓的批判性思维